哈喽大家好,我是爱种菜的西小厨 今天我来分享一个比较专业又实用的园艺技巧 嫁接 嫁接的方法有好几种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种非常简单 相信你一看就会 今天我要实际操作嫁接的两棵果树 就是这两盆 牛油果树 这两棵果树就是 还记得我有两期视频吗 一期是用果盒种牛油果 另一期就是关于牛油果 如何开花结果的奥秘那一期视频 就是我用超市买的那个牛油果 吃的那个果核 种出的那两棵 现在它们大概是将近两年的树苗 这种用种子种的 而并非千叉或嫁接的树苗呢 叫做食生苗 那么这就是将近两年的食生苗 现在粗细呢 大概就是一厘米左右的粗度 这个粗细嫁接其实是刚好合适的 那么我今天要做的就是给这两棵果树 嫁接成AB不同类型的牛油果 如果你看过那期牛油果 如何开花结果的奥秘的那个视频呢 那么你一定知道 牛油果啊 其实是需要A和B型 两种类型的果树 配型才能结果的 我身后的这两棵食生苗呢 其实都是同一个品种 是哈斯 所以我今天呢 要以身后的这两棵果树作为真木 然后给它嫁接上不同类型的枝条 让它们两个可以配型 就是一个配A型 一个配B型 这样的话 它们两个很快就可以互相授粉 开花结果了 那么今天嫁接所有的工具呢 很简单就这几种 一个是圆艺剪刀 可以剪断树枝的那种 比较粗的 再一个就是 这种嫁接的专用的小刀 再一个就是这个 嫁接用的Tape 胶带纸 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两码刀 我最喜欢的是它们的折叠功能 由于可以折叠 就非常方便收纳 不用的时候 这样合上 就不会伤到手 而且它有不同的形状的刀片 两种刀片是不一样的 方便消取不同的枝条 非常锋利啊 这一款是这样的 这边还有个小的 其实这个小的 跟后面的这一款的 后面这一颗很像 就是它们的功能都可以 就是当我们环切 这一颗就可以 在环切之后把树皮起掉 我觉得非常方便 我这两把就是在Temo上买的 每一把价格都不贵 基本上就是九刀十刀这样的 点击说明中的连接 可获得视频同款好物 或者在Temo app上搜索 本期优惠码 新用户可享受一折优惠 老用户可领取七折优惠券 全场可用 我们在做这种嫁接 或轻插这种需要剪支的活动之前 第一步永远都是要给这些用品用具 进行消毒 以免某种植物有一些病菌 霉菌互相传染 这样不仅可以降低病虫害的发生 还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成功率 好了我们现在去选枝条 选两个结穗 我现在呢 有三棵比较成熟的牛油果树 结穗最好是选择比较成熟的 就是在生育期 说白了就是可以开花的那种树 选择可以开花在树上的枝呢 那么你就可以早几年结果了 这棵树 这是花钢蟹 然后刚刚开始冒出新叶 这是新叶 这个结穗的粗细呢 要选跟那个榻木 差不多的 哎呦 这个已经有小果子了 那我先不要选它 选这一只吧 这个粗细跟那个榻木差不多 这个是Bacon B型的果树枝 然后我再选一个A型的 这棵是Woods 是A型的 现在两棵结穗已经选好了 这个是B型的Bacon 这个是A型的Woods 看他们两个这个叶子的量 差距旋说 因为这个上面前两个月 开的都是花 所以刚刚才花才凋谢 这个新的小叶芽 刚刚发出来 这棵脑子呢 它是比较年轻的 今年刚刚第一次开花 所以它大部分都是叶子 花很少 我先把结穗处理一下 把这些没有用的枝叶都剪掉 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么长 所以我大概只剪的这么长就可以了 那么这两棵呢 其实它是同一个品种 但是长势完全不一样 这一棵就是长势非常好 它已经长了很高了 然后我在冬天的时候打过顶 不让它长那么高 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么高 这一棵呢 就不会长很高 但是它在这个 大家看 在这个很低的 很低的这个位置 就发出了一棵 另一棵枝条 正是因为它发出了这棵枝条 那么这棵主干 它就长不高了 因为它的营养呢 全都供在长新枝条上了 所以这两棵长势是完全不同的 等一会儿呢 我要把这一棵细的剪掉 现在我要在大概这个位置 离地面 离土面大概有10到15公分左右的位置 我在这个地方把它剪断 因为针目不需要太高 太长 OK 这底下的杂草 拔一下 所以等一下 我大概就这样把它结上 现在我就要开始正式的架接程序了 今天我们要用的是批接法 Clift Grafting 就是把针目这个顶端的 大概最顶端的这个部分 从中间批开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木头 现在是半木质化的 所以叫三米 Hotwood 好 这大概是两厘米左右 的口子 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个结碎 结碎呢 要在这个底端这一头 我现在给它剪平它 然后要把结碎的这一头 两边 削成那种能插到真木的这个批缝里 这个长度 这种形状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把这一头插到这个披缝里 给大家看一下侧面 最好上它们紧密的相接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这种 嫁接的胶带纸 把它缠好 缠的时候稍微用点力 所以这样它可以更紧密的接触 OK好了 这一刻呢 就接完了 缠这个胶带纸 不光可以起到固定的作用 而且还可以防水 如果外面下雨了 或者是空气当中 有一些传染的病菌侵入呢 它可以起到防护的作用 接下来这一刻呢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但由于这一刻是两根呢 但如果这一根足够强壮 你可以两根都结 结碎 但这次呢 我就这个不要了 比较一下粗细 中间劈开 中间劈开 这颗就很容易啊 上下不要弄反了 这是下面 这是上面 那如果像我这样 脂布力量比较小的女生呢 你可以慢慢的 但是要观察 它这个侧面的形状 然后尽量保持 这个面是平的 不要有凹进去 或者是鼓出来 这样不容易切合 OK 成交代值 好啦 就是这两颗 已经嫁接好的 我们把它写上名字 屋子 好啦 今天说的这个披肩呢 是一个比较容易掌握的 嫁接方法 如果大家有合适的果木 花卉 可以在家自己试一试 眼睛看会了 不代表手也会了 所以 多练是关键 对了前面忘记说一下 嫁接的时间了 在不同的地区 嫁接的时间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就温带地区而言呢 我觉得是春季 春秋嫁接比较合适 因为我们这里的冬季呢 还是有一点冷的 所以春季嫁接 经过夏天秋天 这三个季节呢 冬天就已经完全的 长好了 不怕冻了 那么如果你在热带呢 就没有涉及到冬地这一说 所以秋天 秋天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还有刚刚嫁接的这些树苗呢 大概一个月左右吧 基本上就能看出 它是否成活了 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后 大家就可以把那个塑料的 外面的那个塑料Tape 那个膜可以拿掉 这就是这个嫁接之后的 注意事项 之后呢 我还会陆续分享 其他的嫁接方法 然后还有其他的原意经验 视频 感兴趣的朋友 同样别忘了继续关注 喜小厨和他的菜园子 然后点赞 欢迎留言 好了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咱们下一期 再会 咱们下一期的节目 咱们下一期的节目